统计分析与我何干 统计分析可以离我们很远 也可以很近 如果你完全相信媒体报道 习惯到听途说 人生中不做任何判断和决定 那么可以完全忽视 也许你报名参加机器学习 或深度学习的课程 希望能够预测股票甚至未来 但你还是很讨厌统计分析 你觉得把资料收集起来 扔到模型里面 然后泡杯咖啡得到答案就行了 何必需要去拒绝虚无假设 或者求95%信赖去见呢 如果麦当劳号称他的实战是35% 你负责做试调 发现随机抽取350名消费者中 有120人选择麦当劳 请问你是拒绝还是接受这个实战的假设 本问题以及之后的问题 都假设显著水准 Delfin等于0.05 如果某药厂号称他的新冠病毒新药 具有50%以上的治愈率 作为检定人员 你随机抽取了使用者30人 发现有12人痊愈 他的声称是否有效 你是个户口普查员 五年以前某个社区有20%的家庭属于贫困 现在你又对同一社区调查 随机抽取400户为样本 结果发现70户为贫户 请问这个社区贫户比率是否和五年前一样 这三个题目都是要去检定母体 真实情况比例 用简单的求平均数 你可以直觉上否定这三个假设 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这三个假设都无法拒绝 只有接受 听起来很荒谬是吗 其实一点也不 因为别忘了 你搜集到的数字只是样本 而样本只是随机变数 不能看成一个固定数值 也就是不能只用样本比例 就去判断母体比例 由样本比例去推断母体比例 也就是真实状况 统计学家用二项分布 去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 然后用常态分布的假设 去判断统计值是否落在临界值之内或之外 以麦当劳的例子来说 样本比例是 T等于120除以350等于0.3428 不等于0.35 我们忽略运算过程 最后算出的统计值Z等于0.274 落在临界值正负1.96区间之内 所以无法否定 是占35%的假设 其他的题目做法完全一样 统计告诉我们 虽然直觉上是有差距 但是从统计角度看是没有的 要解决以上的问题 我们得学会二项分布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以及用常态分布 Z分布 估算母体的比例的方法 除了估算母体平均值之外 品管员也经常会需要估算母体的变异数 为的就是要了解生产过程当中的产品稳定度 这时我们会需要用卡方分配来计算结果 包装奶粉的企业品管部门 只要包装奶粉容量的变异数超过120 品管部门就要下令停止包装 检修包装奶粉机器 现在品管随机抽取30包奶粉 计算出变异数是132 显著水准 大粉等于0.05 此时要不要停止生产呢 直觉上当然要 132大于120 但是在自由度等于29等于30减1的情况下 我们计算出卡方统计值等于29乘以132 除以120等于31.9 而查表得知临界值等于42.56 大于统计值31.9 我们无法拒绝变异数等于120的虚无假设 机器不需要停下来 同样道理 在生产管理过程当中 某工厂所生产出Orain 它号称直径是标准差步的超过0.007公分 现在取28个Orain 结果发现标准差是0.0086公分 那么在显著水准 大粉等于0.05的前提下 工厂的宣称是否值得采信 直觉上是有问题 0.0086大于0.007 这卡方统计值等于40.75 而自由度等于27等于28减1 的卡方临界值应该是40.11 统计上也认为刚刚好超过 也就是拒绝虚无假设 工厂的宣称不值得采信 所以无论是市场调查人员 或者是品管人员 统计分析知识是不可缺的 上回再下写的一篇关于一次快筛阳性 是否确诊的文章 也说明统计知识在生活上也不可或缺 不会统计可以学机器学习吗 应该还是可以的 知识有统计基础 可以学得更扎实 统计是用样本去推断母体 而机器学习 其实也是用训练级去预测测试级 预测母体 实情本来就是我们的目的 统计比较倾向于用数学方法去做假设检定 步骤严谨 而机器学习的演算法相当多元 直接就去做回归 分类 分群的动作 量测方法也有不少 在机器学习中 其实也用了不少的统计知识 比方背试定理 混淆矩阵 最大四人 相关系数等等 老婆 第二天